WHO专家咨询小组开会评估辉瑞BNT疫苗使用方针后 21号发布新建议事项 将施打疫苗的年龄层从12岁以上扩大至5到11岁 剂量从30维克降到10维克 目前美国 加拿大 以色列和欧盟都已授权低年龄层施打BNT疫苗 甚至有国家开始让儿童施打追加剂 WHO日前提醒 目前还需更多研究 才能确定哪些族群需要接种第三季 现阶段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健康的儿童或青少年需要加强针 欢迎新闻 刘米轩综合报道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 周六 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 全世界 2.0 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晚宇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